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订阅 好了 开始了 师父 今天在场的是我的一位哥哥 他已经好像很多年七八年已经有这个 因为他想跟你谈 我把那麦弄给他 我是长死人啊 王爷像你的情人给我今生做的习惯啊 他已经约了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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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捡那个圣的辅助终生了 我要换这原来原神了 请求观世音的大祠大伯把我带出来了 这位仙郎这样生良奇快受尽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了 你讲给大家听 观世菩萨今天把我带来祈祢 他讲的那个语言是古代的语言 你们听不懂的 所以他现在过去 他那个叫张富城的人的名字呢 就是他这个魂啊 王魂现在在他身上 他冤枉就冤死鬼 大家听得懂吗 我听得到了 所以 我本来想 稍微再看一看 后来才出来了 没想到第一个就来 好 那个张先生啊 张先生啊 那他是季先生 张富人在 你不懂的 你不要解释 我跟他身上灵性讲话 他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你听得懂吧 他现在身上是姓张的 张先生 对了 听得到 对不对啊 听得到吗 哎 麻烦 那台大呢 是这样的啊 那个 观世音菩萨呢 慈悲你 你呢 是受冤枉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呢 这个情景呢 很长时间了 因为呢 你自己也做过一些错事情 我受了 对不对啊 对啊 啊 我的音乐太重了 啊 我是要叫这位三男子手来报仇啊 啊 看见了吗 他本身就报仇 无杀的慈悲 这位三男子 无杀自信 关世 无杀一直在保佑着他 啊 要这位性能 好好地修行 来形成正果啊 嗯 但是没有修成正果 你知道吗 嗯 所以你现在 跟着台长 跟着观世音菩萨 要好好修成正果 听得懂吗 好了 那么给你小房子 一百八十张 你觉得够不够啊 嗯 不够 好 三百张行不行啊 还不够 我要三百六十张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听到了吗 请听咱们名字里 啊 啊 救助王魂 救助现在 救助未来 好不好 啊 啊 啊 那么就家里给你念 那么另外呢 自己呢再找一些人帮你念 好不好啊 啊 好谢谢 哎呀 那你现在能不能 呃 坐到后面去啊 听台长 观世音菩萨 跟其他人讲话 好不好 好 回来了 声音不一样了 听见吧 啊 他的皇后走掉了 大家多做见证 当他看见的 啊 啊 台长就是来救大家的 我希望你们好好说啊 啊 看见了吗 好了 他已经恢复了 看见了吗 啊 啊 好了 好了 好 谢谢你啊 你看看见了吗 正常了吗 啊 啊 所以啊 我本来想的 后面一定有精彩的 没想跑上来 就这么精彩 哈哈哈哈 哈哈 谢谢我们大自大 得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好 你看他 魂魄离开他之后 他的声音 恢复了他原来的声音了 大家听得懂吧 所以 你们不是当场看见很多人还不相信的 好